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安装ImageJ 首先我们打开百度网页 然后进入ImageJ 然后点击百度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 它就是ImageJ的一个官网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隶属于NIH的 所以我们左键点击ImageJ这个链接 现在来到了ImageJ的一个官网 因为我们首先要下载它 然后再把它安装 所以我们要找到下载的一个键 好那你这里有个Download 我们左键点击Download 因为ImageJ它是支持各种系统的 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Windows系统上安装ImageJ 如果你安装在其他系统 就点击这些链接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如果要安装在Windows系统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好一般呢因为ImageJ它是基于Java这个程序 来运行的 所以它会把ImageJ浏览和Java这个程序一起绑定下载 如果你没有这个Java程序的话 它这个ImageJ即使你安装了之后呢 估计也不能运行 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下载这个可以了 因为它这个是与Java一起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左键点击这个 好现在我们点击 之后呢出现这个界面 你需要对这个文件做什么呢 打开保存或者取消 我们点打开 好接下来呢它就开始下载了 这个ImageJ它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软件 然后呢每隔一段时间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功能的一个更新 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官网上进行一个更新 好我们来看这个进度条已经到80%多了 马上就好了 稍等一下 OK 马上就好 行了 好现在 你需要打开这个文件吗 当然我们需要安装它 所以我们点open 好 然后到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左键点击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包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解压 好我们左键选择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点击解压到 好为了方便寻找 我们可以把它解压到桌面 好 左键点击桌面选择了之后呢 它就会到桌面上去 所以我们就点OK 等它解压完之后 我们就回到桌面 好的解压完毕 我们回到桌面 好这里就是ImageJ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刚才把它解压出来了 我们双击它 然后现在就出现了一个ImageJ的一个图标 这里是Application 我们双键这个ImageJ 就是用左键点击ImageJ 好 那么我们这个ImageJ的一个操作图标呢 它就出现了 它的一个操作界面非常的一个简洁 好 这它是一个菜单栏 然后下面是一些工具栏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那么ImageJ它的一个操作呢就是 操作部分我们后面再讲 这个就是它下载的一个过程 以及它安装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好 那么结束了 拜拜